喂 你好 你好 請問阿寶老師 你講 就是那個 次氯酸鈉和二氧化氯 他的 殺菌的應用 要注意的農土 還有運動的問題 次氯酸鈉和二氧化氯 麻煩你 謝謝 不會 好 所謂次氯酸鈉 就是我們在講的漂白水 就是說 這個東西呢 其實 他的應用 我們通常就是 有一個 在這個 這個農土 就是說 我們是要拿來做 做小毒的時候 他一般都是會去控制 這個 這個農土 就是說你如果太多 這個農土 這個通常就比較沒辦法說 改 這個 改好洗這樣 所以這可能我們 要稍微來給他知道 這是習慣上 我們在用的這個 這種 從 雄林來講 雄林漂白水 這個 他一般在市民上 我們在用大概就是 百分之 五 多一點點 百分之五 多一點點 所以 可能我們在應用的時候 他就是差不多是 那個農土 在在用這種的時候 通常就是說 我們最主要就是他的濃度 因為這個農土 就是標示說 我用多少 有效果 如果簡單 最簡單的意思就是 我們去接觸到這裡 最主要這個農土 就是說 我大概有多少一個 這個好個 會有 有所謂這個 這個作用 以這個漂白水來說 200ppm 你的農土怎麼算 算到最後就是 百萬分之兩百 百萬 一百萬分之兩百 這樣是多少 五千分之一 一百萬分之兩百 一百萬分之兩百 這種的一個農土 這就有一定的 這個殺菌的一種 這個好個 所以你通常就是說 去給他計算看看 所以這起來呢 就是說 比如說你漂白水 我們要這款的這個濃度 這個消毒的濃度 是兩百個ppm 但是呢 這個濃度對作物來說 對我們在日常 我們並說 像做大水之後 我們會去 或是說環境 或是這個孩子 這些什麼東西 你要去用漂白水 去幫他做這個消毒 這種的 你把它稀釋 100粒 10粒的這個水 這差不多是40cc 這樣起來是差不多 就是200ppm 其實如果是做大水之後 他都會 有時候會噴 現在政府比較聰明 他們都沒有噴漂白水 因為很多人 噴漂白水 噴下去 他不會拿去用 為什麼他不會拿去用 因為那個漂白水 他會流到洗衣 所以現在政府很聰明 你也不會拿去用 所以他就 他會用一些 另外一類的那個什麼 分那一種的 那種的 這個你沒辦法拿來 沒辦法拿來洗衣 這種 這當然呢 這個效果上呢 就會這個 什麼會比較好 所以通常 比如說我們在用的 大概就是這個 什麼 喝本 這個 本積分 這種東西 這就是 一種 市民上現在買了 都跟這種的一個 大水之後 發的漂白水 都是什麼分 這個東西就對了 在植物裡面 200ppm 其實 200ppm的刺濾酸 對植物 對一些造物 是很大的一個壓力 就是說你噴下去 那造物 他的表面 是會給他 這個綠離子 還是說他的 這個納離子 給傷害 所以這一般來說 在空間 如果說 有造物的時候 那時候要去噴到造物 這個的生物 這是出事 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說 我們會去用漂白水 通常是用 在種子 經濟這個部分 去用 其實現在還有一個 是我們叫做 VKC 這個東西 你會比較記實 就是說 這個叫做 VKC 很多人 都拿這個 在賣 賣 去洗澡 賣得很貴 其實這個 有時候 這補合收過 那時候 剛好 在這個 SARS 中間那時候 剛好 去大陸 我剛好發生 去隔離 隔離的時候 在便宜 就拿兩罐 他就拿兩罐 給我帶回去 就是說 叫我 如果是房子 四十四周圍 什麼 都去噴噴 噴這個VKC 我很好奇 他是怎麼送我這個 這是一個很強力的 這個殺菌劑 我們種南非 很多人在 招牌 還是說你在山區 他們在招牌 這個 我們有說安息香酸 比較不好 因為安息香酸 比較不好 但是 他比較熟 但是他比較不好 不好 不好在什麼地方 對我們人的肝臓不好 所以 很多人買了 沒什麼要用 有的人說你們的感冒 都很豐富這個 其實那 都賣了 比較有在招牌 有在招牌的時候 在招牌 所以那根本是沒有影響 只是說 那個 有的人就猶豫 那種豐富這個 對自己也不好 對肝臓不好 所以 有人就出來賣這個VKC 其實他不貴 但是賣的賣很貴 所以 你如果看到這個 零頂上面都很英零的 你也不知道說是什麼 但是你那個英文給我看 有分兩字 但是一頭情 那是熱熱等 那是本環 所以通常是一個V K是中二甲肌的意思 還有一個綠 所以它叫做 軟肌二甲肌變肌綠化鞍 叫做VKC 這其實 種水草的人都會知道 為什麼會種水草 會知道 用這種東西把它放在 有一種叫做物惡泉 這種東西 這把它放在水草裡面 放在水裡 一些藻類都會讓我們帶來 有殺菌的作用 它還會產生二氧化碳 這對於我們的植物 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所以這個 會更好用 比你在用二氧化濾 比你在用次氯酸 更好用 這個病院都在賣 所以 因為這個不是病院在賣 病院都在用 他們手術房 基本上他們會用這個 因為這個二氧化濾 他對人的呼吸道是比較不好 所以我們在用的時候 你一定要注意這部分的這個問題 二氧化濾 在植物裡面在用的時候 是比次氯酸鈉 因為次氯酸鈉多了一個鈉 所以呢 它的一個殺傷率就會稍微更 對植物來說 就比較的比較大 所以一般來說 在有作物的時候 我還是沒有建議你用這個漂白水 漂白水在用什麼 工具的消毒 用刷料在消毒 工具的這個消毒 這個效果不錯 這個是次氯酸鈉 我們在說的這個漂白水 現在還有這個二氧化濾 二氧化濾 現在很多就是說 因為他比較不愛 讓他去各種的解釋 所以現在目前 很多有時候 在這種病公幼稚園 他們現在如果是 這個小朋友沒有在那裡 晚上他就給他噴一些 二氧化濾 二氧化濾 它的一個殺菌能力 其實殺菌的這個功效 其實還不錯 所以一般來說 他在這個用堆 用在食品 因為這種東西沒有什麼 所以有自來水場 他們會去用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屠宰場 他們會去用 去用這種的這個 這個東西 這個解切蔬菜 這種呢 他們都會去噴 還是說用這個來洗 這種水果 這個水果 用這個來幫他洗洗 洗這個二氧化濾 其中呢 這都是 這個二氧化濾 這個二氧化濾 這東西 它都有這個濾離子 但是它這個三星的副作用 是不太一樣 所以有時候 比如說像這個刺濾酸鈍 我們現在目前是 比較不會那麼建議 去用在我們 因為它多了一個鈍的這個原因 它在我們植物在用的時候 這個二氧化濾大概 30個PPM以上 就會有一點點這種效果 所以它可以 會稍微省一點點 但是現在目前看起來 好像也沒有太 因為對人還是會有一點點影響 不是說不會 不是說不會 這我們大致上 是可以去了解到 一般就是說 這種含濾的解析 這有什麼好處 學校藏病毒 以前在台中 因為我們和這種幼稚園 稍微有一點點關係 所以如果在我的管理裡面 就是每一次 若是藏病毒確診的病例 全後超過三個 只要超過三個 只要全校有確診超過三個 那個禮拜 那個禮拜 那天的一個禮拜 因為禮拜六沒有上課 我們就把所有的教師 都拐拐起來 都去噴這個東西 利用這個蚵氧化濾 利用這個玩具 都用蚵氧化濾 就過去洗過 禮拜一打開 再來看看 那是同一個班級 同一個班級 如果有小朋友 如果有小朋友 超過三個 是藏病毒確診 我們就把那個班級 那個教室 換去北京 那已經到現在 就全部都把它碰過 所以我們一直都 控制得還不錯 這就是在這個環境 這個環境的 這種處理裡面 其實二氧化濾 還蠻好用 這就是綠璃子 對這種 這個 算還蠻有 一點點 這種的 這個 這種東西 這最好其實 我們在營 尤其我們是 很多人都說 他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 你如果人 不要直接跟他接觸的時候 其實也沒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你如果真的直接接觸的時候 會對人還是有一定的傷害 所以我是覺得說 對植物的傷害來說 可能是這個刺濾酸 漂白水 它會比較大 那是對我們人的傷害 其實二氧化率不會比 比刺濾酸小 只是說我們用的浪度比較多 所以 那是說我們人沒有在那裡 我們來做這個 這個消毒媚菌 這款應該是一個 還很不錯的一個 就是說這種東西 應該是還還不錯 所以呢 你可以拿來用 這通常是這樣 我是覺得說 這個還是要小心 這種東西 我們在很多 有這個氧化率 它在一個PPM 低濃度的時 低濃度 大概在五個PPM的時 有的人比較敏感 那個鼻子 流鼻水 鼻水不止 對喉嚨就這樣 很不舒服 其實 之前我們電台拿來送 好朋友用過 都對一個什麼 他拿來做什麼 洗豆腐 比如說熱人的時候 豆腐把它洗洗 絕對不會有第二天的錯味 豆腐有一個豆腐的味 有時候夏天的毛巾 也會有那個味道 它溶在水裡面 倒是還好 但是我們在空氣當中 在散步的時候 我們再吸收下去 這個東西 我個人是認為 還是不太好 所以 要用不是說不行 一般來說 效果上還是可以 所以 它在用的濃度 大概就是在五到十個PPM 但是對我們人來說 其實是沒有很 它其實還蠻危險的 所以 一般來說 我們的應用 我們的應用 可能要稍微注意 注意到 它有沒有殺菌的效果 有 但是對人的刺激性 其實很大 就是高濃度 尤其你在運時 在用的時候 這種可能要很小 所以 之前我們電台 其實有拿這個東西 有用過 很多人說 你怎麼沒有拿來賣 其實我是考慮到 這就是說 因為我們人的一個這個 這個 這個 還是有一種安全隱患 所以呢 我們就寧可不要去用這些東西 我剛才說的這個MKC 就是 在這種植物的一個 這個消毒媚菌的一個 這種部分 倒是它更安全一點點 所以 很多可能都會去用這些東西 所以 很多有一個錯誤的一個概念 說 食品廠都在用這個二氧化率 那些什麼的 在節契都用二氧化率 那不一樣 它是在水底 水底 它通常就是說 啊 機器呢 這個菜 經過那個東西 它給它這個魅菌 所以它可能就沒有 這種情形 所以 基本上 基本上我們在運 大概就會稍微 人就比較早去接觸到 但是 它就達到魅菌的效果 這個當然是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 拿這個東西 在我們的一個 這個作物裡面 在噴 我們去噴的時候 我們吸收的量太大了 所以 我們一直很擔心這件事情 所以 就會把它 後來就沒有去做 做這行工作 它其實還是蠻危險的 對我們人來說 所以這兩行 讓我們好朋友先了解到 就是說 有時候在這個應用上 其實他們都有這個魅菌的效果 都有一定的這個 這個我們在說的消毒 其實就是有一點這種魅菌 精菌的一個好客 但是這個最在我們農業上的應用 不過個人是因為說 你也是要非常小心 當然你利用這個器具消毒 還是說這個大概是比較沒有什麼要緊 但是這個應用的時候 要很小心 還是要小心 你還是有知道 這讓你稍微了解到 這是像我所了解的這個部分 當然 可能有很多好朋友會覺得 這個好像不是那麼一回事 你如果是感到 有更完整的一個訊息 你也可以提供給我們 因為我所了解 因為這個東西 包括之前 我一直一直去強調 我們 其實在電台 我們很多當中都有用過 那時候還有送 我們很多好朋友有用 有用過 大家都覺得好像還蠻好用的 我們說的好用的是說 那點 譬如說我們點東西切切 要把它噴一噴 那點上面都沒有點那個味 抹布 稍微把它沾一下 然後第二天把它噴起來 哇那個都很 那個味道都很舒服 但是 它還是有這種安全隱患 所以我們有時候 有的說 既然在食品可以用 但是因為呢 我們在橫林在用的時候 是大面積噴灑 我們在裡面 吸收的量 有時候要想過多 所以我們就 就給它 這部分 我們可能就會 給它 給它放棄掉 這個原因 大概呢 就在這個地方 這時候 有時候 進行 我們去給它 賓國過的一個 這個 狀況 跟我們聽見朋友 做一個簡單的一個報告